揭秘,杨阳演员认证被撤销,背后真相是行业封杀吗? 最近,杨阳的新剧热播之后,我们本以为会收到很好的反响, 毕竟我们都看得出杨阳的演技,结果却令人痛心。 男主角杨阳的表演使观众们直较不敢看, 女主角王楚然的行为就像是脑袋进水一样, 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。 细心的网友发现杨阳的微博红V似乎被取消, 演员的身份也似乎被官方取消。 杨阳的新剧最近正在热播,靠着杨阳以前的表演, 大家都很信任杨阳的这部剧,也一定能火起来。 没想到杨阳从头到尾,只有两个代言词油腻, 全身都是油腻的气息。 他把张翰的油腻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 观众也在纷纷赞美杨阳,祝贺杨阳成为继张翰之后, 新的油王。 甚至因为有了杨阳的对比, 大家都觉得张翰好像没有那么不容易接受。 电视剧播出后,观众们从期待变为纷纷吐槽, 大家都在说杨阳究竟经历了什么?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? 杨阳自己的粉丝都纷纷跑到官微下面, 评论不敢看。 让杨阳把当初那个像阳光一样明媚的杨阳换回来。 大家也都没想到这部剧的播出, 使得整个剧组都在挨骂。 剧中的杨阳扮演的一个叫宋燕的男生, 性格孤傲。 当他在高中的时候, 他偶然结识了富家千金许沁, 那时候的许沁性格软弱, 在班里经常被同学欺负。 宋燕在外面罚站的时候, 看见了正在被人欺负的许沁, 不顾老师的责备, 来到许沁身边扶起他。 宋燕在许沁抬头看到他的那一刹那, 就喜欢上了许沁。 那时候的许沁还小, 还不懂什么是喜欢。 两人在相处中许沁也渐渐喜欢上了宋燕。 许沁第一次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喜欢。 两人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恋爱。 两人还在梦想未来的生活的时候, 孟母的出现打破了两人所有的计划。 孟母表示许沁要和宋燕分手, 只能选择家人父母或者宋燕。 许沁为了家庭放弃了宋燕, 宋燕也觉得自己的感情对于许沁来说是随时都可以来, 随时都可以走。 年轻气盛的宋燕说着反话, 告诉许沁再也不要来找自己了。 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谓是起起落落, 可是这样的剧情怎么会引起观众的吐槽呢? 剧中的杨阳无论什么心情都永远皱着自己的眉头, 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。 观众们直呼不敢看, 杨阳这边还在被一群网友吐槽游王没有演技的时候,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杨阳的某平台的官方账号, 演员这一认证疑似被官方取消了。 要知道演员这一认证是代表一个演员在演艺圈中地位的象征。 如今杨阳的新剧刚刚热播就被取消认证, 大家纷纷在想到底是为什么才会被取消? 之前那么多出世的明星才会被取消认证资格, 杨阳难道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吗? 但这也不对, 如果真有事早该爆出来了, 新剧也就不会播出来了。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这部剧演得太烂了, 官方把他的认证给去掉的吧? 如果真的是这样, 那也挺离谱的, 第一次有人因为演戏能把自己给演没了的。 杨阳还真的是第一位, 不过这一切还都是网友的猜测, 直到现在杨阳也没有正面地回答过这个问题。 只希望我们的杨哥, 好好交税, 不要逃税漏税, 演技差点就差点吧。 千万别把自己给做没了。 很多网友纷纷跑到杨阳最新的一天视频下夸赞杨阳的演技好。 杨阳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家庭良好的环境下, 杨阳家里有很多人都是军人。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, 杨阳做任何事情都很专心致志, 也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无理取闹。 小时候的杨阳每天写完作业,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里的舞蹈节目。 杨阳的父母看到杨阳看着电视里的人一个个舞姿翩翩的时候, 眼睛里都冒出了光。 杨阳的父母在吃饭的时候, 问杨阳是否喜欢跳舞, 是否想跳舞。 杨阳认真的点了点头, 然后专门找了最有名的舞蹈老师教杨阳跳舞。 杨阳从学习跳舞到现在这么多年, 一直都在很认真的学习。 加上杨阳对跳舞好像有一种天赋。 杨阳的刻苦训练, 也让杨阳有了回报, 考上了数一数二的艺术学院。 这一举动让杨阳的父母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。 几年的军中生活就此结束, 在当前拍摄四大名著之一《红楼梦》的时候, 导演有幸找到了杨阳, 这正是这部剧成为了杨阳进入演艺圈的一块敲门砖。 大家肯定都记得当时风靡一时的旋风少女, 可多人都是半夜起来看的电视剧。 那可是多少人心目中的白月光啊? 特别是杨阳在剧中饰演的若白师兄, 坚韧不拔, 作为大师兄担负起了整个松百道馆的责任。 温润如玉的出源师兄, 因为母亲在比赛中意外伤人, 从此不再穿上道服退出了松百道馆。 这部剧一播出就吸引了无数粉丝。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杨阳, 杨阳也因此剧一举成名。 虽然的杨阳的名气越来越大,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找到杨阳希望杨阳能够跟自己合作一次。 杨阳从出道以来, 一年都很努力, 拍戏也从来不会因为角色太小, 而拒绝出演。 面对高难度动作的时候, 也是亲力亲为。 拍摄过的作品也都还不错, 杨阳的演技也是值得大家肯定的。 所以在和王楚然搭档的这部剧的时候, 网友们也都在纷纷夸赞两个人狼才女貌, 演技也都还不错, 这部剧播出一定能够大火。 谁知道在播出以后, 不是被观众吐槽杨阳太游, 就是王楚然被吐槽没有脑子。 这部剧的播出, 反而让魏大勋火了一番。 魏大勋的演技跟他两人的一笔, 直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 有网友细心的网友发现, 王楚然现身上海。 杨阳的助理一见到王楚然就赢了上去, 看起来关系不错。 在助理的带领下几人一起, 上了杨阳所在的酒店。 过了没一会就只有王楚然和杨阳的助理离开了酒店。 有网友在滑雪场看到了杨阳和王楚然两人在滑雪场。 杨阳在正在手把手地牵着王楚然教他滑雪, 也不知道杨阳在王楚然的耳边说了什么。 王楚然生气地坐在地上, 杨阳无奈地张开双臂, 把王楚然抱了起来。 在电视剧录制的时候, 两人看着也像假戏真作一样, 戏里戏外, 王然楚的眼中只有杨阳。 两人在拍摄结束以后, 也会经常一起吃饭, 探讨剧情。 在电视剧受到观众吐槽的时候, 王楚然也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出了道歉声明。 自己的演技让大家的观感不好, 向大家表示歉意。 反观杨阳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 在节目中也是一副颂艳的模样。 上个星期你是我的人间烟火都来到你好, 星期六的舞台。 王楚然挽着杨阳的手, 挽若一副正攻杨阳的样子。 在杨阳参加挑战的时候, 王楚然一脸的担心。 在看到杨阳成功的时候也很激动的为杨阳鼓掌。 杨阳也把油腻两个字发挥的淋漓尽致, 节目组要求两人一组队, 杨阳和王楚然总是深情对视, 王楚然害羞的低下了头。 竟显杨阳的霸总之气, 身边的王楚然小鸟依人。 两人的恋情是真是假, 我们也不得而知, 毕竟双方都没有回应过这个问题。 对待这个问题也一直是不否认也不承认。 两人也有可能是为了新剧宣传, 也有可能是真的在一起了只是还没有官宣。 两人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, 如果两人真的在一起了, 也会好好地考虑现在这个时机是不是和官宣。 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小编的猜想。 在电视剧刚播出的时候, 杨阳自信又张扬, 参加活动的时候也尽显得易。 一身亮色西装惹得众人纷纷向她投去目光。 本以为能够凭借热播剧再次出圈的杨阳, 怎么也没有算到自己会因为这部剧, 引得网友抵触。 在剧中的杨阳全身都是偶像包袱, 只顾着包装自己是一个偶像剧男主的身份, 让人看起来十分的不适。 在被观众吐槽以后, 官方也点名批评了杨阳, 说杨阳的人设偏离了事实。 自己的演员认证也被官方取消了。 在经历这些后的杨阳在一次出现在大众眼中, 不再像上次那么的高调。 身着白色西装, 整个人也没有之前那么的自信看, 起来很是自卑, 就像是害怕犯错的小孩子一样。 杨阳也并不是一个没有演技的演员, 可能这次的她只是想尝试一下如何转型, 我们要给她一定的时间。 希望杨阳在注意自己形象之前, 一定要首先搞清楚自己角色的定位, 再进行塑造。 有消息称, 杨阳失去了演员认证, 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许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, 猜测这是否意味着杨阳可能遭到了行业的封杀。 从杨阳的演艺生涯看, 她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演员, 但最近她的表演却受到了一些质疑。 在她的最新电视剧播出后, 虽然预期会获得好评, 但结果却引起了观众的大量质疑。 甚至有人批评她的表演油腻, 让人无法接受。 此外, 网友还发现杨阳的微博演员认证疑似被取消, 这让人们纷纷猜测, 杨阳是否正在遭受行业封杀。 演员认证是对一个演员在演艺圈地位的象征。 对于一个有着良好表演能力和口碑的演员来说, 失去这个认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而对于杨阳来说, 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她是否因为最新剧集的表现而遭到了官方的惩罚? 她是否因为某些不可饶恕的错误而遭到了封杀? 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。 然而, 我们必须认识到, 所有这些都只是猜测, 直到现在, 杨阳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的回应。 但是, 作为公众人物, 她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 如果她真的做出了错误, 她应该承认并改正。 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, 那么我们也应该给杨阳一个机会, 让她证明自己并纠正大家对她的误解。 无论如何, 我们都应该尊重每一个努力工作的演员, 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, 而不是轻易的质疑和攻击。 这次事件引起了大家对于演员职业道德和表演质量的深思。 我们希望杨阳能够面对这个问题, 证实自己的错误, 同时也希望观众能够理解和宽容, 给予她改正错误的机会。 只有这样, 我们的演艺圈才能更加健康和公正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